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歡迎今天這個寒冷的日子 收看我們這個時代觀景的時代人間 今天的時代人間 我是請到我的朋友陳家富博士 來和我們一起聊聊天 陳家富博士是香港本地 甚至可以說是整個華民世界裡面 少有的研究生態神學的基督教學者 更加是研究動物神學的 極少數極少數的學者之一 歡迎陳家富博士 大家好 大家好 直入問 陳家富 你呢 人人都知道 稍微留意生態的問題 尤其是如果有一些基督教背景的人 都會知道 你其實是一位專門研究生態神學 動物神學等等的專家 但是我想未必說很多朋友都知道生態神學 動物神學究竟其實是什麼東西 最重要的是為什麼是重要的呢 你可不可以從你的角度解釋一下是什麼 對你來說 什麼為之生態神學 什麼為之動物神學 解說一下給我們的觀眾 好嗎 好 首先呢 很感謝忍者的邀請 另外有機會在這裡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學術的興趣 生態神學 或者動物神學 我想都是基督教神學的傳統裡面 對於這兩個大的問題作出一些論述 簡單來說就是基督教究竟如何看待現在生態災難的問題 或者基督教的信仰裡面如何去回應這個生態問題 或者如何去回應一些所謂動物的福利 或者動物的權利的問題 其實一方面大家可能都會知道 其實討論到生態問題 或者討論到動物的一些權利等等的時候 其實往往基督教都是一個罪灰禍手來的 即是在一些不同的論述裡面 基督教往往他的宗教的論述 都會被人說 在不同程度上 即是形成了很多生態問題的一個問題 或者對於動物 基督教不是很友好的 不是很友善的 譬如相對於很多不同的宗教傳統 譬如佛教、道教等等 基督教就不是很… 簡單來說不是很環境的朋友 而對於動物不是很友善的 所以基督教的生態神學 或者動物神學 其實一方面面對這些挑戰的時候 究竟他如何回應呢 我所說的回應就是 其實不只是別人插你的時候 就起了槓 就說不是啊 我們與我們無關的 其實一方面他真的要去虛心檢討一下 即自己無論是一個聖經的傳統也好 或者基督教傳統裡面 究竟是不是真的有些問題呢 即是直接或者間接地 即是和這些所謂的生態問題 和動物的那些地位的問題 確實是有些少許應該值得被批判 或被檢討的對象 那此其一 第二呢 也不是就這樣被人罵的 究竟我們也要去思考一下 即是基督教傳統裡面 有沒有一些比較正面一點的資源 即是可以拿出來 來比較正面地去論述 即是基督教其實在某個意義下 會不會都可以對於現今的生態問題 生態的災難 有一個比較正面一點的說法呢 或者對動物的觀點 會不會有一些比較 都有它一些獨特的貢獻的 那我想簡單來說 基督教的生態神話 就是動物神話 就是向著這些方向來去發展 那我追問一下這個問題 會不會好像一種贖罪那樣 就是生態神學 或者動物神學 就是在這一方面 那個回應 或者是需要去回應 就是自我檢討 但是我肯是 你在講的時候 就是你這個角度 令我覺得有一種的贖罪的意味 是不是 多多少少都會有些 就是問題就是 在不同的傳統裡面 對這個問題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但是大體上面在我的閱讀裡面 無論是基督教的生態神學家也好 或者動物神學家也好 就是多多少少 其實他們都認為 就是在過去的基督教傳統裡面 當然不只是關於基督教傳統的事 就是基督教傳統夾集著很多西方的文化 西方的哲學 就是糾纏不清 其實在裡面其實製造了很多 就是意識形態也好 或者信仰的機制也好 等等 其實都在某個層面上 就是索造著某一種世界觀 索造著某一種西方的世界觀也好 或者一種比較 宗教的視野也好 而這種世界觀和視野 確實某個意底下 是對於生態問題要負上一定的責任 或者對動物的問題也要負上一定的責任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 基督教是 某個意底下是難辭其咎的 所以你剛才所說的那個贖罪 或者至少要先認罪 就是多多少少有這樣的需要 亦都是因為這樣的緣故才可以打開一種 基督教的正面說法 就是沒有批判就不會有一個重建的可能 我自己也是這樣看的 我知道有些人認為生態神學和動物神學 是兩馬子的事 雖然沒有關係 但是兩者之間的差異是很大的 那你怎麼看呢 對於這個問題 你自己的立場是怎樣的 其實我們可以回到一個 回到一個討論的焦點來討論 就是說 其實有很多 就是討論動物權益 或者動物倫理的學者 他們跟生態學者其實是有一個距離 就是兩者其實有一個距離 簡單來說是怎樣說呢 其實就是在某部分的生態學者來說 生態學者 其實他們會比較關注一種 譬如一種所謂的整體性的一種考慮 而整體性的考慮意思就是說 其實整個地球的生命體裡面 不同的生命體其實有各自不同的地位和位置 那他這種說法背後就是想說什麼呢 其實他意思就是說 大家其實不是平等的 就是人和動物之間 其實在整個生命體 整個地球的生命體裡面 各自獨自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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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味處 其實大家是有高有低 是有各自不同的位置 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很可能會跟某一些 《港動物權益》 《動物福利》的學者 就可能會有少少差異 因為講動物倫理的學者在某種角度來說 他們會覺得應該不斷提升動物的道德地位 甚至要追上人的道德地位才能夠保護到動物 即是他們的策略,對動物倫理學者的策略 其實是追求一種平等性 但是我剛才所說的第一類生態學者 他們就不是追求平等性 他們追求一種處境或者群體性 所以大家的方向、策略、方針上面 其實是會有一些差異的 在這點上 那你自己的企委又怎樣呢? 因為你兩方面都研究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差異對你來說是 就是怎樣將它在你自己個人身上去混合 還是還是說 是的,你是在做兩種差異很大的事情 究竟是怎樣呢? 我自己就會比較傾向兩種方向去發展 甚至乎我自己的動物神學的方向 我不知道一會兒我們會不會比較細緻的 談到動物神學 我自己的動物神學方向 我自己有一點點是 比較傾向一種歐六式的傳統 因為歐六式的傳統 其實他們比較多討論 就不是不斷去追求 去賦予動物的一種的道德地位 簡單來說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某一種動物倫理的學者 他們的策略是怎樣呢? 他們的策略就是 不斷去嘗試去講述到動物 其實很接近人的 他有人的感情啊 有意識啊 感受到痛苦啊 有感覺啊 總之他們用盡不同的方法 科學的 實驗的 哲學的 來把動物的那種 和人的那種接近程度拉近去 那如果他越拉近呢 那就是很像人啊 那人有權利 那他這麼像人 應該都有更像人的權利啊 那如果有的話 我們不應該對他傷害啊 等等諸此類 等於我們不應該傷害人啊 有一種這樣的方向 但是我自己的興趣呢 就不是太多在這方面 我這樣說不是說 這一個方向 或者這個策略 是沒有用 或者沒有意義 而且是 而且有很多學者 是投身在這種方向上 而且是做得很精緻的 做得很細緻的 也都很重要 但是我自己就比較傾向 是走向一個歐陸的傳統 歐陸的傳統呢 其實就比較奇怪 即是他如果形象一點 他的方向就不是 把動物和人之間的距離拉近 就是由先那種拉近 越近越好的 是吧 越像人就越好 但是歐陸的傳統呢 就反過來 他要拉開他 把他兩隻之間距離有這麼開 拉這麼開 那你會覺得很奇怪 你拉到這麼開 他就保護不到他 拉到這麼開 他就很不像人 很不像人 那你怎麼保護他呢 其實歐陸的傳統有一種想法 就是 如果你將他越像人 拉到越像人 其實你這樣的做法 正正是陷入了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陷阱裡 因為我們現在對動物的保護 或者對動物的傷害 你可以這麼說 對動物傷害 對動物的暴力 如果我們說他是歸咎於一種人類中心主義 的話 那你越將他拉到這麼像人 的話 其實你不斷在強制人 那種的重要性 人的那種價值 那其實動物很可能 其實他不像人 其實動物很可能 其實他不需要那麼像人 即是他其實很可能 即是根本在我們的動物這個群體裡面 有很大部分的動物 其實他根本不是很像人 嗯 你強行將他講到很像人 其實有一個問題 其實你將某些很不像人的動物 其實你排除了出去 嗯 所以很多歐陸的行者就會覺得 喂 如果這樣做的話 你那種做法正正是 就是將動物再拉回到人類中心主義的暴力裡面 那所以他們就 他們要做的策略就是 要拉開他 拉開他的做法就會造成一個什麼結果呢 拉開他的做法就會變成 動物成為了一個 動物成為了一個他者 動物成為一個他者 能夠完全去掌握到他的東西 嗯 他永遠在我們知識的象限外面的 那他的作用是什麼呢 如果他在我們知識象限的外面的話 他的作用就是他不斷摧毀我們對他的理解 他不斷摧毀我們對他的認知 將我們是主體 他是一個被研究的客體的這種邏輯掉穿 嗯 其實他的作用簡單來說就是 不斷摧毀我們的人類中心主義 嗯 不斷摧毀我們那種知識的那種規模 嗯 所以這一種歐陸的傳統呢 其實你可以這樣說的 其實他有一點點 他真的不是針對動物的簡單來說 他不是真的 或者他用一種很迂迴的方式來保護動物 因為他們的策略是要挑戰我們整個規模 挑戰我們整個思考的那種框架 嗯 所以這種歐陸的傳統呢 其實就會是 和我剛才所說的 大致上我們叫做英美的傳統 那種做法其實有點不同 那就更加和生態那裡 就會離得更遠 生態的論述又是另一種 簡單來說 嗯 非常之有趣你提出這個歐陸的哲學傳統 在這方面的那個進路 這個也是我非常之不認識 但也很好奇的一件事 那可不可以簡單介紹一下呢 譬如說當代 目前來說 在這一方面 你認為比較重要的歐陸的哲學家 或者的門派 可不可以 叫一些讓我們認識一下 好啊 好啊 如果有些朋友有興趣的話 其實 當然這個整個歐陸的問題 我們可以追溯到海德格的 即是海德格他開始討論到 有動物和人之間那種的分別 但是就是我們今天的理解 就是他不是很成功 那由他開始之後呢 另一個我們值得關注的 就是一個法國的思想家 Lavinus 那這個可能大家都會聽過 Lavinus 其實他講了很多 Adanse的概念 那他也曾經討論過 動物作為一個Adanse的一些理解 那整個歐陸的傳統 我覺得去到一個比較集大成的一個說法 就是德里達林 即是德里達林 他是一個解構主義者 那正如我先所說 就是他整個進路 這一種的方式的進路 都是解構人類中心主義 那他有本書叫做 The animal therefore I am 那就是張迪卡尔的I think therefore I am 就是玩那個地方 所以他這本書 或者他的思考 其實也是一個很值得留意的方向 那其實就不僅是這幾位人物 其實很多 其實我所說的歐陸傳統 其實不是只有歐洲大陸的學者 才在做這些事情 其實很多英美學者都進入了 歐陸的傳統去做論事 所以其實大家都可以有興趣 可以關心一下這種方法 你這個進路 即是你進入了歐陸哲學傳統 來處理來疏理這些問題 會不會其實跟你一直以來 那個學術研究的那條路 都是一脈相承有關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你本來你原先的時候 是研究保羅田立刻的 寫過都不少關於田立刻的書 文章 但是就是 我想問的問題就是 你是怎樣由研究田立刻 那裡 我又不可以說你變了 而是你發展成為 慢慢進入去搞生態神學 又搞動物神學 那條路是怎樣來的呢 還有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進程 其實多多少少都是變了 因為我研究波羅田立刻的時候 我研究他的生態思想 從那時候開始 我進入一些生態神學的論述 直到很多年前 我開始養狗的時候 我自己養狗仔 我要了解多些動物的東西 那時候我就開始 說動物會不會有動物神學的呢 就看看 又真的有的 還有發覺 香港學者裡面很少人做動物神學 原來就是 就是 老哥你就是其中一位 其實就很少 我試試看 好不可以關注一下 其實那時候我都開始看 Andre Linsey 那些動物神學的東西 那時候開始慢慢認識 那我想最大的轉位點 其實是大概在2013至2014年間 就是當時我在浸會大學教書的時候 我開始有意無意之間 接觸著一些歐陸傳統的東西 那歐陸傳統其實 不只是說動物的 其實它有很多整個神博 整個思潮的一種很大的變化 所以所謂 用我們今天的講法來講 就是後現代思想 就是籠統地說 那我當時就讀很多這些 後現代思想 就是跟神學有關的 跟政治哲學有關的 跟動物有關的等等 那就發覺裡面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寶負 那我進入到裡面的時候 就開始發覺原來他們看動物 是這樣看的 他們看神學是這樣看的 所以在那時候 開始到現在開始 就是到現在都是 我就很沉迷於這種傳統裡面 可以這樣說 那種傳統其實就跟我們 因為教會傳統講神學 講信仰就很不同 因為他們講神學的人 他們很多時候不是一個信徒 他們不是一個神學家 甚至乎我們可以說 他們是一個無神論者 但是他們站在一個無神論的角度 他們講很多宗教的東西 講很多信仰的東西 講很多神學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一種進步很有趣 尤其是因為我三年前 離開香港 我要回到中國大陸教書 那麼這一種外在的原因 其實因為在中國大陸 它是一個無神論的一個環境 你在裡面講宗教 你在裡面一個大學的環境 講信仰講神學 你是不能夠好像在香港那樣 假設你的聽眾是有信仰的人 你不能夠有一個信仰 進入在你的論述裡面 所以一個無神論 甚至乎我所說 一個很 secular的進路 去講神學 其實在中國大陸 是比較 恰當 比較 比較好的一個刺入點 嗯 所以三年前 我要 就是有一個這樣的祭遇 的時候呢 我就 令我更加 跌了心水 就是 向這個進路發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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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自己 看回你這麼多年來 就是從波特列 一直演變到現在 就是你那個 怎麼說呢 就是我 我不會問這個問題 其實 你怎麼看自己這個歷程 當然歷程有很多變化 但是我現在回望的時候 我覺得 就是讀波特列 其實也對我有很大的幫助 就是 波特列的神學 是一種 當然它站在一個教教傳統 但是它是能夠幫助我在神學裡面 去進入到其他所謂 secular思想的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它的精神 或者它對於神學的一種信心 進入一個世俗社會 或者一些無神論的講法裡面 仍然去表達神學的思想 這份勇氣和信心 我猜是到現在 的我 其實都是多多少少有這種 就是 我猜是繼承著 或者受它的影響 很重要的一種影響 在這個當中 因為我經常都會覺得 作為一個 所謂 搞神學的人 對於我們來說 搞神學的人 我們要聆聽上帝的聲音 聽聖經講 或者進入我們的教教傳統 這個對我們來說 應該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或者我們就應該要這樣 但是 波特列的神學 它是告訴我們 你要聽無神論者的聲音 你要聽聖經的聲音 我覺得很困難 比我要聽上帝的聲音更困難 所以 它這種勇氣給我 給了我一個信心 其實 可以有一種神學 可以進入到一切當中 或者反過來說 應該可以在一切當中 來做神學 這種思想 其實那種顛覆性 到現在 我是想繼續去探索的一個方向 最後一個問題 你覺得 這一種的 無論是不是歐陸哲學傳統 而來的 在我們現在這個世界裡 講基督教生態神學 或者基督教去講生態神學 去講動物神學 其實那個意義在哪裡 對你來說 或者重要性 對這個世界有什麼重要性 其實 這個問題有意思 其實 我自己慢慢覺得 一方面 基督教的切入點 其實不是真的那麼特別 某個意義下 講生態有很多人 講生態比講生態神學好的人 講動物權利 講動物權益 講動物福利 其實有很多的進路 比動物神學更加精彩 其實 所以 我覺得一方面 神學過去 其實也不是過去的 神學 不要以為自己有一種 好像 神的眼神 可以說出所有的東西 或者別人一定要聽你講的東西 其實在這個社會 這種想法沒有太大意思 甚至是一種很驕傲的想法 所以我一方面 我覺得 我不會覺得 別人一定要聽你講基督教 如何講生態 講動物 但是與此同時 我又不斷去說服我自己 或者去令我自己相信 教育教有它一種特別的地方 無論是生態也好 或者是動物也好 教育教有它一種不同的視野 這種視野 所以 在跟很多世俗思想進行對話的過程 其實是可以 凸顯到它某一種的 精彩的地方 或者有它一種 能夠顛覆我們 那種思考的地方 就是神學的語言和神學世界 我一直以來 或者到現在都仍然很相信 就是它 在改變我們的語言習慣 在改變我們的思維的習慣 它在顛覆我們很多的思想 所以那個價值是需要 或者教育的價值 其實是不斷需要我們去探索 不斷需要我們去發掘它出來 在這個過程裡面當然就是 要擺脫很多我們舊有的習慣 思維的習慣 我覺得神學仍然 我相信神學仍然是有它的魅力的地方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 那麼多歐陸傳統的一些蒙神 其實他們不會將他們的焦點 回到宗教信仰 他們只需要回到宗教信仰裡面 他們一定是有一種 特別和美麗的地方 在宗教信仰裡面 非常刺激 我覺得你這個說法 也很有啟發性 對我們很多人來說 包括我自己在內 今天非常感謝家庫 用了大概半小時 很濃縮地說了很多東西 涉及了很多方面 所以我也發達 我相信我們的觀眾們 都發達這次 半小時 聽了你很多的精華 希望大家聽得懂 今天在這個非常寒冷的日子 多謝家庫和我們一起 稍微圍一圍牢 知識上十分溫暖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到這裡 OK 拜拜 多謝大家 拜拜 多謝家庭